欢迎收看鼓声响起 我是紫燕 我是阿翔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好我们回到今天 大家两个人都长得不一样了 两个人都换了造型 这是为了要欢庆520以后吗 以后以后 接下来走势会更不一样 尤其是今天啊 那个机器人鼓 哇塞又开始喷发了 距离computest其实只剩下两周咯 黄仁勋大大快要来了 对没错 好紧张哦 好期待好刺激 今天今天很刺激啊 很刺激 今天股市很刺激 我们公司外面也很刺激 是 因为我们公司在立法院附近嘛 我想各位看到新闻应该都知道 最近的立法院非常非常的热闹 是 那很多的民众在外面 好像听说是目前正在抗议啊 在立法院前面抗议 那当然因为我们公司就在立法院旁边 所以就就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那当然身为投资人的我们 那个民众去关心立法院的状况 这就是民主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关心股票市场的状况 这也是民主 这也是民主 没错了 好 那订阅了没 为什么要这样问各位投资朋友呢 还没有订阅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 这透过理财周刊来看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也烦请把我们的个人频道先订阅下去 因为我们今天 像有时候我们会在盘中 放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 像今天差不多中午的时间 在我们的个人频道就已经先放出来 财经局诊事的一个节目 当时候就已经有谈到 这个Computex大展当中 有些人在关心所谓的AIPC 有些人在关心所谓的AI伺服器 但是我最关心的叫做机器人概念 所以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的个人频道 你在盘中看到 小那个假设你那个小叮当 叮当那个 小铃铛 小铃铛 小铃铛有打开的话 它跳出来你马上稍微看一下 花五分钟看一下 你就知道今天机器人的概念就可以做 12点就上架了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个人频道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好处 会优先看到 好吧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也要谢谢所有留言的网友们 你们的留言跟你们的按赞 阿翔老师都有看到 然后今天有稍微再看了一下 有网友在问那个申为能 我稍微回复一下 申为能其实我中店的股票三月份都已经全部都出光 申为能我卖的差不多150亿出清了 你到现在才问 我必须要跟这位网友说 可能你一路套着 套着后来有点受不了 但是我必须说实话 如果你前面都没有卖 然后你看的节目 如果假设你有看到 你应该就已经都卖掉了 来到这个位置 短线它会有开始有机会反弹 但是问题是我要跟你讲 这档股票大人都跑光了 反弹上来卖了吧 懂了意思吗 然后下次要记得 不要等到套这么深了才来问 早点问好不好 网友有问题要早点问 股票有问题要早点问 有时间我有空看到我会回复 如果说是不小心漏掉了 那你再多留几次好了 我们尽量 因为留言的蛮多的嘛 每一则留言几乎都会回哦 对了我们尽量 如果到后面夸张的多 我就没办法 好了好了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海公公 为什么今天还是要复习海公公呢 虽然说我在上个礼拜四 还礼拜三 我说红海短线涨多嘛 这个要做一个拉回的一个动作嘛 那当然还是要复习海公公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它问题不大 只是短线涨多要拉回 所以呢 3月13号我们就在讲海公公不再慢慢走 3月15号我们去非凡股市现场 还在谈红海叫所有的观众朋友要报道 然后这是我们会员朋友的讯息 你就自己去做对照 然后呢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各位谈到 谈到什么 红海的一个伺服器 在之前GTC大会的时候 我们还跟各位开玩笑说 这个小小的人 这个是黄仁勋执行长 NVIDIA的一个执行长黄仁勋 那时候他就是用红百 红海旗下的一尔红百 的一个GP200来去 直接跟各位去做介绍 然后右边是他整套的一个散热水冷系统 那时候我们就有特别谈到 红海可以推荐供应商给相关 NVIDIA的一个认证 对不对 谈到这个你就知道 我要讲红准了嘛 对不对 我讲红准也讲一段时间了 我们做两趟 对不对 等一下回过头来复习红准 来 在5月8号的时间 我们去股市现场的时候 特别有讲到 那时候我们在谈苹果 记不记得我这几天的节目 从上个礼拜就一直在跟各位 谈苹果的新的一个星机 它的一个主轴方向 当然就变成是AI平板 然后星机出来两款iPad iPad Pro跟iPad Air 不管是M2的晶片跟M4的晶片 都搭载进去 那这对于苹果供应链的 其中的红准 还有像是那个真顶 当然它都会有帮助 而在红准的一个部分呢 因为毕竟它也是机器人的概念 所以受费程度 提材性就更为丰富 所以你看我在这个上面 特别股市现场当中 还特别讲了 其中主要供应商 红准是其中一档 红准是其中一档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今天很开心的红准 这样攻上来 我们前面第一趟 已经做了一段 做了一段 因为那时候为什么会做 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在做红海 对不对 所以红准也继续做 那时候攻上来之后 我们获利下车之后 拉回我们有下去低接 所以我说红准 我们做了第二趟 第二趟的一个动作 在这边其实我们是一路 在做低接 今天攻上来 很高兴很开心 而且今天价量巨洋 多方具有延续性 报警 不要自己乱卖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红家军的股票 不要你跟着阿翔老师做就对了 真的 你看就像这个 我们先给各位去对照红准的讯息 这个是4月18号 是4月19号 我们第二趟再开始做第一接 然后6月这个4月24号冲上来 我们先卖一半之后 后来又拉回开始慢慢在做布局 你看一路上几乎都是在买 几乎都是在买 我们其实最低差不多买到55块左右了 也都有照顾到新会员 对新会员进来当然也要赚钱啊 不然你新会员进来干嘛 对不对 我们讲实在话是这样嘛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IP特工队的也要照顾 好吗 因为IP特工队虽然说 这个专案的名称 专办的名称 主公会主轴 先一部分会放在IP身上 但是我说过 有机会的股票也会带你们做啊 对不对 像现在IP股这几天又在阵仗整理嘛 机械人的概念 你们不是有上车的吗 所以IP特工队又做到红准 有当然有啊 这开大门走大路又低价量又多 大家一起赚钱 你看我的节目 看我的Light 我相信应该蛮多的好朋友 都有去买红准 只是还没涨之前一直在骂他啦 对不对 一直在骂他 等那么久 还好啦有的等更久 等到了 那个2618长黄黄不是等半年还没动吗 没有开开玩笑 等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让你赚钱啊 等待是要有结果有价值的嘛 没错嘛 是 所以呢 今天红准工上来 开心了 开心开心 所以呢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红海红家军 你跟着阿翔老师做 你会发现我们胜率很高 其中像是红海这两天正在做拉回 我相信前两天都一直有人笑你赶快下去低接 搞不好有买到173 174 169都有 今天收到166 因为我发现你前两天乱捡的就被套住 这个是我在light上面 5月16号11点20分 上面发布了两个几个重点 来 我们看红家军 红海短线涨多 我说不要去做追价 不要去做追价 拉回我会告诉你再来买 当然前面我们成本很低的120部位 成本的以下的部位 我们就是报老 那其余子地兵 我们那时候也特别写到 5月16号上个礼拜四 也开始进入苹果的一个拉货期 所以其实我当时候就已经告诉你布局中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上礼拜四 对上个礼拜四 你有没有发现红海目前 有盘头的味道了 也不能说盘头了 这个不用紧张 但是呢 短线上就是涨多它要拉回 5月16号刚好是建高点那一天 所以你在盘中11点多 你看到我的light的讯息 你绝对不会马上冲军 又要去买红海 对不对 所以那当然跌到今天来说 我今天盘中及时的light 盘中及时的light 有去分析红海目前的筹码状况 所以有需要的好朋友 想了解红海目前筹码状况的朋友 以及接下来怎么样做的朋友 就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ght 那我们回去再来去做对照 5月16号 这个位置 红准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投资好朋友 我说过我喜欢事先去做预告 很多的事情 我们喜欢去事先的规划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早点规划就会有好事发生 当然不是每一次规划 都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 但是有规划总比没规划好 对不对 所以投资好朋友 有需要在盘中就收到分析报告 或者是对红海洪家军IP 有兴趣的好朋友 欢迎加入light 然后再来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 每天都要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相信这是 因为我输过了 这其实也是让我自己 提醒我们自己 就是说因为 我有时候我会去思考 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各个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专场 那刚刚好 阿翔老师有这样子的平台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上面 可以在电视台上面曝光 所以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 跟条件的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把好的事情 去分享给各位 这是我的用意 所以好朋友 喜欢的你就继续看 不喜欢的 你就稍微等男人家一分钟 好不好 一分钟一分钟 你不需要等到 够优秀的才开始 而是你开始的才会变优秀 很多人都在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 等一等时间就流走了 勇敢跨出那一步 对不对 等一等就三十而立 四十四十是什么 四十而立吧 三三十而立吧 三十而立 四十不获 五十之天命是不是 还是六十之天命 这有点忘记 知道的好朋友 你下面留言给我 让我学习一下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你不需要等到 够优秀的才要开始 而是你开始的 你才会变优秀 想一下 按个赞 好了 一分钟超过了 忍耐时间过去了 好 来 来我们进入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的时间点 除了恭喜红准 攻上去之外呢 来 我们今天也要来 继续跟各位复习 我们这段过程当中 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 在谈红海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跟各位讲 六月份黄德勋还要再来 时间快到了 再两个礼拜 他搞不好两个礼拜后来 他又要去逛夜市了 他很喜欢逛夜市 很喜欢穿皮衣 很热耶 我不晓得 他的特色就是皮衣 还是他其实皮衣里面 有放什么散热 你以前还没有认识他以前 他就是一直在穿皮衣 真的 很多人是这两年 才认识黄德勋 我们认识黄德勋几年了 十几年 二十几年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为PC DIY的玩家 就是自己有在玩电脑的人 一定都会认识他的嘛 那他的特色是穿皮衣知道吗 这个要知道 然后你知道那个谁 AMD的执行长 舒之锋博士的特色是什么 是什么 钻戒 你知道AMD执行长的那个 舒之锋 舒博士钻戒以前 AMD在几块 股价在几块钱 美金的时候 钻戒很小 所以这 他的股价越高 对 你知道前两年 因为后面大概过去 前面三四年的时候 他后面那股价开始一路攻上来嘛 他钻戒从这么小 看不到你知道吗 慢慢 每一次那个什么 产品说明 新产品发表会的时候 就慢慢变大颗 大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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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现在 你不能忽视那颗钻戒 真的啦 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下 会不会以后戒指戴不下 然后变成手环超大颗的 我告诉你 那个 有买AMD股价的 就希望这样子 那些投资朋友 股东们一定希望 他钻戒越大越大颗越好 他表示股价喷了嘛 对不对 这边一颗 这边一颗 所以同志朋友 每一个人的特色 我们都很清楚 好不好 好啦 这是那时候GDC大会展示的 这个类似瓦力的一个 电影瓦力的一个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 然后呢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说过 他六月还会回来 还会回来 这是之前当时候 三月份记者 采访他的一个 新闻的画面 那当然谈到 人型机器人 一定会谈到鸿海嘛 因为之前郭董就已经早在这么多年以前 至少应该有十年了吧 就已经在倡导所谓的关灯工厂 无人工厂 那现在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过去的机器人的发展是工业化的机器人 大部分都应用在工厂生产流程 自动化之类的 但是未来我们要关心的就是 他能够陪你聊天 陪你讲话 陪你看电视 陪你打电动 知道吗 陪你打麻将 搞不好你以后去那个麻将馆进去 奇怪了 你前面三个都不是人 都不是 那如果被他们引走前 我很难过 那就是你 那是必然的结果 你怎么玩得过AI 你告诉我 所以呢 这是未来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人型七七人是很重要的一个 大的一个趋势跟潮流 那背后呢 就是商业化的一个过程 商用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给各位看的 鸿海 鸿海 富士康的未来就是 大批的制造了 鸿海本来擅长的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这边谈 这个其实都讲过 我就不要再讲了 来 最最最重要的所罗门 一直喷嘛 碰到那边发疯了 发疯了 做所罗门的投资朋友 一定一样要恭喜 那有讲所罗门的财经专家 也要恭喜你们 因为毕竟所罗门涨停 我说过了 我们看到有股票 一起发动上去 就算是别人的股票 我们也必须要恭喜它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 这样子好运气才会来呀 对不对 好运气才会来 你不是一直说 人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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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会好吗 他就不会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好运气 是自己修来的 了解那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要见不得人家好 我们要看到人家好 觉得他很棒 我们自己也会更棒 懂吗 所以这几两个股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已经发动了所罗门 那红海最近在休息 他也是比较大支 红准今天也发动 林华今天也发动 这个广民今天也发动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机器人概念谈了之后呢 后面我们接下来 要跟各位讲这个部分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未来其实 其实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财经新闻 在谈所谓的这个什么 未来的机器人的五感 五种感官 那这个新 这两天的一个财经报导 已经开始在报导这个部分 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 在去非凡股市现场的时候 在2月2号 今年2月2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已经在跟各位谈 你在AI的应用 未来他一定要了解你的声音 那些机器人型机器人 一定要去了解你的声音 了解你的表情 了解你的生理状况 他才知道后面 他要怎么跟你沟通 你有没有听过电子皮肤 也开始有这个东西了 其实这个以前是用在 所谓的那个医疗 但是这个电子皮肤 其实未来你说装在机器人身上 也是必要的 对不对 不然那硬邦邦的 你去打麻将的时候 那对面三个硬邦邦的人 硬邦邦的机器人跟你打 你受得了 对不对 那至少做的比较像一点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 其中已经相关的台湾厂商 已经有在里面了 相关的台湾厂商 其实已经掌握先机了 掌握先机 掌握先机 而且是亚洲第一 哇 会员朋友你就不用问了 我们这两天已经上车了 亚洲第一 懂吗 知道我说什么第一吗 跟机器人有关的 而且是确定在机器人领域当中 发展跟龙头合作 而且还合作来不止一间 目前就得知的跟国际龙头大厂的机器人的龙头厂 至少就两间 好想知道 所以这档股票就是 我说会员朋友别问 别问因为已经这两天都已经上车了 好了 那你可能听到这边你会想 老师你到底讲哪一支 生气 看到节目 好不容易看到尾声 竟然关键字不讲 很多老师不是都这样吗 没有啦 掉胃口 你想要知道的话 各位所有好朋友 想要知道的话 来来来 赶快加入 对对对 因为搞不好 我明天哪一根神经错乱 然后就直接不小心发出来 真的耶 老师常这样 我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会这样 没有啦 其实也有点故意 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赚钱 赚多赚少的问题 至少都有赚钱 对不对 所以Lighted搞不好不小心这两天就透露出来 然后最后要提醒 因为我明天要去非凡录节目 电视台录节目 所以明天没有这个什么 网络节目 所以要追踪我们每天的看法的朋友 也是烦请你加入Lighted 好了 最后没有时间了 废话太多 刚刚跟你说要废话一分钟 结果废话了十几分钟 来时光匆匆人无在少年 所以我刚刚这也是呼应前面所说的 你不要等到变优秀才开始 你要开始了你才会变优秀 所以好运气是自己修来的 不是吗 不是别人送来的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向前 也烦请各位不要忘了订阅按赞 谢谢各位 好感谢阿翔老师的分享 赶快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们礼拜四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